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重点关注消息 美国展开大规模的 8月份连场的大规模演习 当中包括美国海军 声称跨越17个时区 展开了海军诸多病种的 连串的攻防的演练 另外美军连同多国的部队 展开海空 印太周边 中国周边展开了海空对攻的演练 另外美国的陆军 连同日本的路上 对对在关岛 展开散将夺岛空岛演练 也是针对中国的岛屿作战 这些演习给中国新的压力 同时看到中国大陆也宣布 在南海划出了10万平方公里 非常大的海面 展开实弹对攻的演练 而微信情况显示 中国大规模南海的演习当中 触动了解放军的山东号 航空母舰 055大型的军舰 包括075 最新入役的两栖攻击舰 055是万吨大驱等等 而当中划出了10万平米的演习区 就有实弹攻击演练 美军的电子侦察船 居然闯入这个警示区 长时间的停留来侦测 今天各位关心 还有一下 美国派出了三艘最新型 攻击型的海狼级的核潜艇 潜入西泰 在中国周边活动还要警惕 另外呢 英国也发现 解放军的核潜艇有动作 英国的航母在南海穿梭的时候 发现解放军核潜艇跟踪 同时呢是2加1的模式 解放军三艘的核潜艇 有出动 有动作 有掩护 咱们解读 今天各位分析 还关注美国声称呢 最新成功地射射了 所谓反辐射导弹 专门打对方的雷达 即使对方的雷达关机 或者移走了 也可以追踪雷达 但解放军呢 有反制的方法 美国说 首先会把这种反辐射导弹 部署到印太 针对中国东南沿海 解放军等反制 今天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 全球最新军情跌报 现在关注下台海两岸 最新的军事动态 首先看到台湾方向 台湾向美军购买的 所谓美制的F16V战机 可以挂载的侦查吊舱 美国单一售卖 要卖出六套 大约价值27亿美元 售卖给台湾 台湾一旦获得的话 将会挂载在台军的F16V 升级版本的电子作战飞机当中 可以飞跃到台海侦测 中国大陆解放军 在东南沿海的情报的动向 这套号称千里眼 美国称为千里眼的侦测吊舱 主要是有拍照和拍摄的功能 它有几个特点 进行拍摄 关键一点可以计时的传输 也就是说拍完之后 马上计时的 可以传到控制中心 进行情报的共享和分析 关键还有它拍摄的距离 可以达到150公里 也就是说大约 它的整个覆盖的海上的距离 可以达到200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如果台湾的F16V战机 获得这个侦测拍照的吊舱 飞到台海中线一侧 可以有效的侦测拍摄到 中国大陆东南部沿海 福建沿海的几方军舰艇 还有GT最新的影像的相应的情报 给美军来共享分析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这个F16V的侦测道枪 可以进行夜间的拍摄 我们知道以往 美国也要卖给台湾 相应的侦测拍照的设配 但是夜间拍摄能力不强 现在把夜间拍摄能力 也给了台湾之后 据说这个拍照 还有分析情报能力 可以提升一倍 这美台的动作 说到台湾还要关注一下 台湾有另外一个动作 台湾在明年要升级要量产 所谓300枚的空对空的中程的导弹 而且是由战机挂载的 这个导弹是台军 自称是自发自行研发的 所谓天天二星的空空的中程导弹 这款导弹射程给达到100多公里 另外关键的问题 它由战机挂载 由台湾的所谓金国号战机挂载 每个战机可以挂4枚 也就是说台军现在大约有129架 很准确 这军情宽弹史的情报 129架的金国号战机 大约有一半是可以轮番的上阵的 而且每架大约可以挂4枚 所以台军说需要有这样的空战的导弹 来应对解放军的战机群 我们知道解放军战机群 不时的会穿越飞越台湾周边的空域 所以台军大为紧张 现在说台军明年要量产空战导弹 挂实弹来追逐解放军的战机 在台湾的动向 说到台湾还要补充一下 美台最新的军事的勾连 又有升级的迹象 最新的情报披露说 台湾的海巡署居然跟美军 展开了联合在台海周边的演练了 这个是实际的挑衅 现在军星情报说就在接近台湾 派出海巡署准军事单位 海巡署是武装单位 派出了所谓嘉义舰安平舰 嘉义舰4000吨级是台军最大的 台湾海巡署最大的军舰 巡逻的军舰 同时在花莲外海展开了军事的操练 而且展开了海上反恐的作战演练 和熟悉周边的水门的情况 当时有情报说 美军的海岸防卫队也派出了军舰参与 台湾的海巡署是否认的 一度否认 说没这回事 而且要保密 但后来又有情报证实 确实美台之间的海岸防卫和海巡单位 是有紧密的连接的 美国的海岸防卫署 是把不同的教官都到台湾 进行过多年的培训 另外是共享了情报平台 是建立了共享情报平台 而这一次美台之间展开 就在花莲外海 注意啊 这个地点非常敏感 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台海周边的海区 美国居然派出了美国的 武装的海岸防卫队的军舰 与台湾的海巡署展开实战的操演 这已经是逐渐升级 对中国大陆的挑衅 发生在台海周边这个海域 而且他们共设了情报平台 分享对中国大陆的相关舰艇 包括海警这一层面的舰艇的情报 还有一个很重要 是让美军呢 为美军打头阵 他们美国海岸警卫队未来熟悉 台海周边的水文 还有沟槽各种的情况 收集更多的情报 也为美军未来更大型的军舰 在台湾东西两侧进行活动 提供更多的情报的支持 在台湾方向 解放军也有动作 看看另一方面呢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主要面向台海东部战区呢 也展开大规模的实战的演练 我们知道东部战区面向台海 首先看到 七十三集团军呢 最新是展开个陆战啊 陆军注意 陆军的特战部队 展开了公岛的演练 是在福建的沿海 展开了海上的跳伞 一般陆军呢 很少展开这个海上跳伞 这次特战部队呢 专门选择在海上展开跳伞 有隐秘性 而且进行武装的求度 来进行攻击登岸 抢滩登陆的作战 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解放军目前的陆军部队 大约有15个特战旅机部队 当中有三个 就放在东部战区 可见呢 这个特种作战 东部战区是相当重视的 三个旅当中啊 五分之一 全军当中的五分之一特战部队 放在东部战区 另外关键是提到 这全域立体的攻防 而且是隐秘性的海上的散将之后 隐秘性的进行求度攻击 和抢滩登陆 这一点呢是有针对性 针对着这个台海作战 关键台海作战 另外一个打法呢 第72集团军最近 也展开了陆军呢 也是陆军 陆军的合成旅 两栖合成旅部队 展开这个战车编队啊 不管是旅带式的战车 还是轮车的战车 两栖的战车 渡海进行登陆的作战 而在这个渡海当中呢 特别设计了水雷区 也就模拟敌方 在渡海的过程当中呢 是有水雷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台湾军方曾经扬言呢 要布设相应的海峡当中的水雷 阻挡解放军的台海渡海啊 所以呢 这一次的演练当中 解放军的战车编队 是要绕过这个水雷区 突防到水雷区之后 一边进行进当中呢 一边密集的炮火的攻击 不管是在岸上 还是水上的目标 展开攻击的摧毁目标 最终是成功的公案 可见解放军现在针对性的演习非常多 包括陆军在东部的海域 也展开过相应的突击的演练 特有恶劣的海况下 怎么展开解放军的登陆舰 还有两栖作战部队 输送夺岛的相应作战 可见解放军在整个八月当中 都是有针对性针对台海实战的演练 看看全球其他军情电报 军事本东北新闻把日本防卫生 秘密规划明天在冲城学院岛 部署路上最队 专属导弹部队人数500到600人 这是日本在第一岛链的新南铺岛当中 第四个部署导弹的部队 新南铺三个是罗岛 意外大岛 冲绳门岛和宫古岛 根据军机关的省栏目 找到最新的情况 日本秘密的规划 是在岛上部署两支部队 一是配合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 另外一是专门制队武装突袭罗岛 展开反击 而日本新南铺岛全场大约1200公里 与菲律宾第一岛链向入军 日本方面上升 中国大陆解放军 立定了反介入战略 阻恶和防止美军 进入第一岛链以内 而近年来解放军 在这个区域 军事活动越来越频繁 包括解放军航母战机编队 多次穿越冲城和空母岛 之间海域 日本必须要强化 西南铺岛导弹攻击能力 日本独卖新闻评论说 一旦明年在十元岛上部署 日本的导弹部队 加上遇纳国岛增加电子战部队 落到马毛岛新建自卫队基地 与其他西南岛屿上的导弹 整合成为侦测攻击网 国弹可以射到解放军的海军行动 也可以大幅地提升 每日在低岛链的攻堂开始 而日本的防卫 像曾经两人说 在西南驻岛的防线 能够眺望到台湾的海岸线 就印度时代新闻网 刚才把印度国防部宣布 印度海军的东部舰队 8月开始 向东南亚南海和西戴平洋 派出印度海军所谓特权不类 每期两个多月 当中包括导弹驱逐舰导弹会计 两艘轻轻的会计 印度国防部说 印度的军舰可以于马来西亚 越南 菲律宾 新加坡 印度 澳大利亚 多国 展开海上的军事演习 另外还会在西台北亚 与美国日马澳大利亚 参与马拉伯2021的四国军事演习 报道当中还声称印度军方扬眼 这次印度海军的东方行动 是要向中国大陆发出严厉的信息 另外今日印度网客报道说 印度军方最近在中印边境 印度一侧特别安装了远程操控的 云台摄像头和传感器 一系列的侦测装备 印度这些新增加的侦测装备 不然可以帮助印军 监督解放军在中印边境的活动 还可以在局势升息的时候 及时向印度边境部队发出警告 目前中印的军队 仍然在边境持续的对峙当中 中印军队最近展开过 第12轮的军长机的会谈 中印双方都同意要继续保持军事的对话 另外最新的情况说 印度军方曾在印度洋的岛国 毛里求斯主导意味 展开大型的两个军用马车的建设 和超过三种地仓的宝刀 能坚持未来 可以启将印军的 批发挨的海上巡逻反行 而印度军方也承认 这个新建的军事基地未来 可以制衡和侦测 中国大陆警方军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 另外最新的情况说 印度首次的国产栏和母舰 维克兰德号 8月展开首次的所谓海事 根据军军官的沈浪梦朝 最新的情况 印度这艘所谓的国产栏和母舰 建造的时间超过15年 海事期间的一张导弹 蓝苏所还没有到位 而中国大陆玩有戏场 印度所谓的国产航母 连外科加内构 其他全部都是各国的三流军兵拼凑 据香港中国评论社报道 中国大陆宣布在8月份 在南海西加群岛一带 想给大规模的军员 划出的航海警告区域范围 达到10万平方公里 看是解放军可能要施射 中原程导弹实弹射击 如是台湾的军事情况 分析消息解放军的 山东号的航空母舰 也会参与演习的距离很高 而最新的情况 显示美军的海洋电子监测船 胜利号的舰点船 也在中国大陆海事部门发出的 南海航行警告范围内 故意的闯入 香港军事部长指出 美军的电子舰点船 故意长时间的闯入 滞留 挑衅 应该灭一下它的威风 而在美军的演习 今天也曾经出现过 有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潜艇 故意亮相在美军的航空的附近 可见大国之间的军事演习 和反军演习的政策 是军事交接的手段 根据进行团的 是个栏目的最新情况 在目前解放军的 联合作战的整体要求下 参与海南大演习的军律种 包括了海军同学 火箭军 岸岛部队 甚至战略志愿部队都会参与 很可能解放军的舰点潜艇 战机多型的武器 会展开实弹攻击演练 这次8月份的南海的演习的区域 南北的距离最长是180个海底 东西距离在220个海底 有专业人士分析说 这么大的演习的区域 一定是要展开解放军的 中远程导弹的设计 香港知识本来指出 长寬有300多公里的演习的区域 不但只是为了发射车程 超过500到5000公里 让解放军的中远程导弹的 实战身手 至于导弹的把船 不过是几千米方米 再小的演习区域 也可以确保保障演习的安全 关键是解放军 还应该展开海空的 综合电子对抗 而中国国王国的发言 一旦强调 这就反对有的国家 域外国家在南海 虚拟挑战 中国军队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与坚决有效益出 好 配奖介绍解放军 在南海划出了10万平方公里 这么大的面积 展开海空的实战的演练 出动了解放军的航空母舰 还有055的大型的驱逐舰 还有就是解放军 最新入役的两栖的攻击舰 当然还有朱兵种实战的攻击演练 美军电子侦察团居然逼近侦察 问一下马先生 怎么解读解放军 南海大规模的演习 另外呢 美军要展开长时间的逼近侦察 中美之间的电子对抗 侦察反侦察 在南海如何激烈上演 我们看这个演习的禁航区 有多大呢 那无非是三四百公里的纵横 那么这么一块的地方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如果说你是为了打中远程导弹 那么这个靶船在这个 一万十万平凡公里 这个距离 这个范围之内啊 射中远程导弹是不够的 中远程导弹起码是500公里到5000公里 你这么小一块领域不可能是从射到打中 你只能是看这个打中的地方 那么打中呢 就是一个靶船 靶船很小很小的 靶船也就顶多是一万多平方米 这个和这个十万平方公里 这相差太远 所以说这个大小和试射中远程导弹 没什么关系 中远程导弹其实要打呢 根本是要打在南海的深处 或者甚至是打到这个第一导链之外 所谓关岛快车嘛 好 马上趁点听到 警方军在南海大规模的演习的美军 逼近的电子侦察 实际上电子侦察 电子对抗电子战 这是无时不刻呢 都在南海激烈地上演的 中国要强化自己的电子作战 海军的实力主要呢 是针锋相对 什么针锋相对 因为美国大面积的连番的 大规模的演习都针对中国的 包括所谓海军的17时区大演习 海空包括多国的印太演习 还有美日的多岛演习 全部都是指向中国看一个片段 接下来 明报报道 美国海军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8月份展开微信两周的 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射击全球 17个不同失去了美军的部队 澳城美苏冷战以来40年来 规模最大的美国海军 海上工床级粮气演习 美国表明演习的目标是 要向潜在的军手 显示美军可以同时在不同战区 多条战线应对作战 根据军体化的小栏目 从最新主播对此参与 大规模演示美军包括 美国海军陆战队6个室恢复 5支的海军舰队 3支陆战原正军 出动的美军的航空母舰 舰艇能大小的 这支36艘 25000的命令 探挂17个不同失去的美军全球部队 美军的黎明就此以 航空母舰 哈尔文森号航母升级之后 首次同时的配配F35系 闪电二星的引擎战机 和云旋转翼的战机参与演习 航空战斗群现在新的战机 也内新的战机 由加强联合作战 哈尔文森号的演习作会 直接部署到印太地区 美军舰队的设定 声称超大规模的演习 会从加速和战略的海战范面内 测试美军实惠官作战的指挥 面对敌人的一边作战能力 可重合美军的海军陆战队 突袭突防能力 展示美军的全球舰队 从公海到亚太沿海的接套作战能力 而美军两年 这场海上演习 是美苏冷战以来最大追逐 现在的假抢力目标 是中国和哥哥的死亡 而同样在8月份 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同时 举行大型的全球演习2021 参业部队 包括美国陆军同军海军 海军陆战队 还有加上英国的陆军 澳大利亚国防军 日本作战队演习 会持续到8月 美军的印太司令部表明 这次在8月份的演习目标 是要提高美军与盟国军队 在设定应对挑战时的 军事协作作战能力 假抢力目标 不点名直接指向中国 美军印太司令部强调 这次全域作战演习 会整合陆军 通军 海军 海军陆战队的综合的军力 与美军的伙伴 在印太军内举行多项的演习 包括了野外作战 后勤支援两栖登陆 空地作战和海空作战 和特种部队作战 另外也是在8月份 美国陆军出动的 4000名可以快速部署到 中国周边的印太战区的 美军部队在关岛参加代号 太平洋抢劫者2021的 联合军事演习 根据军团的沈南木桑 这次演习美国陆军的 快反攻击队 与日本路上最对实施的 双边空战的攻击的演练 而美军的太平洋陆军 设定强调这次演习着重 多预战 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 入战队和海军联合作战 演练如何在所有领域迎击对手 而美国太平洋陆军的司令 还想说如果台海有战斗 美军太平洋陆军 各种能够快速地出动 美军在太平洋拥有的 具备各种能力的 快速反应攻击部队 可以快速大规模的机动比达 在整个印太地区执行作战 好 给大家介绍美军展开 连串大规模的演习 包括海军 海空军对攻 另外还有空降部队 还有特种渗透特战作战部队 到底美国在中国周边 这连串演习是否有实战的准备呢 连接向美国的军事观察员 袁卓坚先生 袁卓坚先生 在美国掌握的情报 美军的联串演习 特别在印太 还有日美联合的空降所到演习 是否直接针对中国正在悲战 美国要是针对中国进行 有针对性的那个进攻行为的话 它的军演 它的训练 在美国本土就可以进行 它不一定非要搞着这么大战争 在海外来进行 那么这次在海外搞这么大战争 很大程度是一个 的国防部的需要 就是说美国现在最头疼 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它的预算问题 就各方面都张个嘴巴等预算 你国防部要等预算批下来之后 再搞这些东西呢 那就有点晚了 因此呢 这么大规模的军演 实际上是一方面是训练 它那个指挥协调组织能力 就是说在不同的盟国 不同的组织平台 不同的基地的分布式的 这个作战协调方面 怎么样进行一个实际的检验 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指挥系统怎么样协调 这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争取这个预算 好 分析了美军在中国周边 实战的演习 当然要警惕 关键还要警惕呢 美国海军最新的动作 派出了三艘的海狼机的核心 核心艇潜入西太 而且8月份在中国周边的太平洋 会连参到核心艇的对攻演练 当英国也发现 就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核心艇 也有动作 英军的航母穿越南沙的时候 也发现中国有三艘 注意三艘的核心艇 2加1的模式追踪英军 看一个片段 据美国服务自王 跟网上美国海军最强大的 三艘海狼机的攻击性核心艇 目前已经秘密地 被捕损到了亚太地区 最近情况比如说 这三艘美军攻击力 最强大的核心艇 7月底秘密地潜入太平洋 是美军海军现役当中 大约50艘的攻击核心艇当中 最大最快 也是最重武装的核心艇 美军的每一艘海狼机的攻击性核心艇 备备有50面的鱼类和导弹 它的攻击的火力 足以击撑敌方的护航艦队 或者航母打击群 根据新机款的陈朗梦长 所以新机包 美军的海狼机的核心艇 可以携带一个 这场100英尺的小型的潜艇 供特种部队 执行海上的潜伏任务当中 有两艘海狼机的核心艇 还秘密安装了一截 多任务的平台 可以触动遥控的水下的载具 还有美军的海豹特种突击部队 这样它可以展开水下的谍爆行动 还有高机密的海上的军事任务 美军特定级别的核心艇100 只会轮流的部署 不过这次一下子拍出了三艘 海狼机的核心艇 而且全部潜当了太平洋 中国周边的第一第二岛链的范围之内 非常的罕见 有美国的军事分析 将军情况的沙拉木分析 对于战争的规划计划来说 一般一艘海狼机的攻击核心艇 部署在中国附近周边的海域 已经是坏消息 而这次的8月份 美军的三艘核心艇 密切地出动前扑到印太 这是美国面对中国 快速发展解放军的海军阶队 美国希望率先采取的 所谓震慑的战略 香港军事本身指出 如果中美开战 美军的太平均 就得可能面对数以百计解放军的战战 而在这样的海上冲突中 如果美军想要有任何的送船 需要出动的 是超过通常排除的 50到60艘的军舰 不过美军要出动大批的军舰 现在是很难 因为需要动用更多的资源 所以美军才会反常地出动 最强的核舰艇 而且是三艘进入到印太 说明事态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去英国的 《每日宽暴》报道说 英国海军的伊丽莎白 在旅宽航的航母舰 这期护航舰艇 8月初试过南海的时候 班航英军航母的两艘 英国的汇舰的反潜 森纳的操作员发现 有两艘装备有巡航导弹的 中国海军商级攻击核舰艇 也就是解放军的 093型的攻击核舰艇 在英军航母附近的水下活动 英国还发现有另外一艘 也就是第三艘 解放军的093核舰艇 在不远处巡逻 英军大为紧张 英国的美日快报 引述英军的指挥官说 英军原来已经预计到 在南海周边会遇到 中国解放军的潜艇 或者情报查 逼近英国航母的活动 但是没有想到 解放军出动的是核舰艇 而且是2加1的模式 刚刚讲英军震惊的事 是英军的航母舰队 离开南海不到6个小时之内 两艘英国的汇舰的操作员 侦测发现了 中国这批核舰艇的水下活动 英国的美日快报 引述英军的相关消息人士分析出 中国大陆解放军部署了核舰艇 并且准确地定位了 英军的航空母舰编队 在南海的位置是凸显的 解放军在南海的掌控能力 和大国地位 香港军事部团队指出 中美核舰艇在西里海平洋 都是活动拼的 是为了可能爆发的台海之战 来做好准备的 好 本来听到美军的 三艘的海洋机的核舰艇 潜入太平洋 在中国周边可能有最新的军事动作 另外英国也发现了 中国大陆解放军有三艘的核舰艇 在南海不断地有最新的军事的行动 上回来听听香港 还有台湾掌握最新的情报的分析 关键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就美军声称成功地试射了反辐射导弹 即使敌方的相应雷达关机 甚至移走也可以追踪的打击 但解放军说有反制的方法 上回来分析 美军的三艘海洋机最新的攻击 新的核舰艇进入太平洋 同时几方军的核舰艇 也在南海有最新的动作 今天请到台北政绩闻 香港马鼎声分析 先问一下马先生 中美的核舰艇有最新的动作 甚至有可能在南海和太平洋 有新的交锋 您怎么判断 海南核舰艇是一种大洋型的 核舰艇 如果说是打潜艇战或者核舰艇战 它确实在大洋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但是它要到中国近海去干预台海作战 甚至是在南海打封锁战 它不是用鱼雷了 应该是用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射程1500公里 甚至是3000公里 它打的不是海上的目标了 它打的应该是大陆的纵深 好 问一下台湾的政绩一文 已经在区域内掌握了情报分析了 中美的核舰艇从南海到西太平洋一线 这个区域会展开什么样的追逐和交锋 在过去十年来 解放军海军的反潜能力才大幅进步 包括054A或者052驱逐舰 包括舰本身还有配套的直升机 目前实力正在快速精进 但还是不够成熟 尤其是没有合适的舰载反潜机 至于陆基的空前200数量不够 而且相对于美国 日本等等 我们发现它的P-3C反潜机 或者新一代的P-8 过去二十几年其实活跃在西太平洋 再加上它本身船舰都有很好的单舰 真潜反潜和配套的反潜直升机 因此总括来看 包括海上的反潜 或者陆基航空部队的反潜 那更别说在这个核勤舰的反潜这个部分 那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也有很大的数量 因此总结来看 解放军在这个部分还是处于一个弱势 但随着装备的大幅改善 这样这方面的能力正在快速推进和追赶当中 好 看一下马先生 现在美军三州的海浪机舰艇潜入太平洋 可能未来会越逼越近 解放军会怎么反制美军这个连串的 核潜艇的组合动作 那么对付这种全面的战争 在出战 在守战 怎样取得后发制人的优势呢 那要靠民兵 要靠海上民兵 这个预警 广靠军队是不够的 因为中国有世界上第一大的远洋 这个渔船群 这可以作为这个民兵的舰队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军的航母逼近日本的时候 就是被日本的渔船发现的 所以民兵在世界大战当中 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反舰的弹道导弹呢 它有时候要靠民兵在远洋做耳朵 好 谢谢两个分析了本周的焦点呢 美军的三艘海浪机的攻击的核潜艇 进入到太平洋同时呢 一方军的核潜艇也有最新的动作 中美的核潜艇呢虽然是有差距的 但是在实力上仍然是有的一搏 这个持续的话题我们可以关注 另外关注到本周的一个焦点呢 美军率先的宣布反辐射的导弹呢 已经成功的展开了攻击雷达的试验 另外呢 未来要在一线部队 特别印太的一线海空战机上挂载 对解放军有压力进入军情互动 回应一下军中呢 小网友的问题 大家注意到美国海军 美国海军率先宣布 成功的试射了反辐射导弹 而且说这款导弹专打雷达 即使对方的雷达呢 关机或者移走 仍然可以追踪来进行攻击 而且会率先部署到印太一线 针对中国 网友问一下马先生 解放军怎么反制 解放军有大量雷达部署 在东南沿海一线 怎么反制 互动说的是美军发射这个反辐射导弹 可以在雷达关机的时候 也能撤回 甚至这个雷达在移动的时候 也跑不了 然后呢 还说他能先发射 然后后制导 就是不是由发射的载台去制导 而是由其他的这个平台去制导 这就是一场全面的信息战 这个新闻呢 就说明美军极其依靠信息战 电子战 但是呢 这个对付不了游击战 对付不了不对称战争 这个阿富汗的撤兵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中国与俄罗斯军方在零下展开实战联合的军演 而且这次呢规模很大 过万的兵力集结在一个狭小的作战空间当中 而且呢是有空中的作战编队 解放军出动了尖20 尖11 尖16 将先进的现役的战机 而且有地面的混编作战的编队 关键的问题是有指向性的 特别是针对现在的中亚 包括阿富汗的乱局的变数 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片段 以上是军方大使 夏朗三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